朋友们,2023年11月1日,我们继续来读经。 今天会读到的章节有,出埃及记第七章、第八章,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十六章、诗篇第五十七篇、五十八篇, 以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四章。 好的,我们先来到出埃及记第七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使你在法老面前像神一样, 你的哥哥亚伦是你的代言人, 凡我所吩咐你的,你都要说。 你的哥哥亚伦要对法老说, 让以色列人离开他的地。 我要使法老的心固执, 我也要在埃及地多行神迹奇事。 法老必不听从你们, 因此我要伸手严厉地惩罚埃及, 把我的军队,就是我的百姓以色列人, 从埃及地拧出来。 我伸手攻击埃及, 把以色列人从他们中间拧出来的时候, 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摩西和亚伦就去做, 他们照耶和华吩咐地去做了。 摩西和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 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 耶和华对摩西和亚伦说, 法老若吩咐你们说, 你们行一件骑士吧, 你就对亚伦说, 把杖丢在法老面前, 杖会变成蛇。 摩西和亚伦到法老那里去, 照耶和华所吩咐地去做。 亚伦把杖丢在法老和他成谱面前, 杖就变成蛇。 法老也招了智慧人和行邪术的人来, 这些埃及术士也用邪术照样做。 他们个人丢下自己的杖, 杖就变成蛇。 但亚伦的杖吞了他们的杖。 法老心里刚硬, 不听摩西和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法老心硬, 不肯放百姓走。 明天早晨, 你要到法老那里去, 看他出来往水边去, 你要到尼罗河边去迎见他, 手里拿着那根变过蛇的杖, 你要对他说, 耶和华, 西伯来人的神, 差派我到这里, 说, 放我的百姓走, 到旷野侍奉我。 看哪, 到如今, 你还是不听。 耶和华如此说, 看哪, 我要用我手里的杖, 击打尼罗河中的水, 水就变成雪, 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 和你的鱼必死, 和也要发臭, 埃及人就厌恶喝着河里的水。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 拿你的杖, 伸出你的手, 在埃及所有的水上, 在他们的江和池塘, 所有水聚集的地方, 叫水变成雪, 在埃及全地, 无论在木器中, 石器中, 都必有雪。 摩西和亚伦就照耶和华所吩咐地去做, 亚伦在法老和他城堡眼前举仗, 击打尼罗河里的水, 河里的水都变成雪了, 河里的鱼死了, 河也臭了, 埃及人就不能喝这河里的水, 埃及遍地都有了雪, 但是埃及的术士也用斜术照样做了, 法老心里刚硬, 不听摩西和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法老转身回宫去, 并不把这事放在心上, 所有的埃及人都沿着尼罗河边挖掘, 要找水喝, 因为他们不能喝河里的水, 耶和华击打尼罗河后过了七天, 出埃及戏第八章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到法老那里, 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放我的百姓走, 好事奉我, 你若不肯放他们走, 看哪, 我避青蛙之灾, 击打你的疆土, 尼罗河要资深青蛙, 这青蛙要上来, 进你的宫殿和你的卧房, 上你的床榻, 进你城朴的房屋, 上你百姓的身上, 进你的炉灶和你的揉面, 这些青蛙要跳上你, 你百姓和你种臣谱的身上,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 伸出你手里的杖, 在江河池塘上, 把青蛙带上埃及地来, 亚伦伸手在埃及的种水上, 青蛙就上来, 遮满了埃及地, 术士也用他们的邪术照样去做, 把青蛙带上埃及地, 法老召摩西和亚伦来说, 请你们祈求耶和华, 使这些青蛙离开我和我的百姓, 我就让这百姓去向耶和华献祭, 摩西对法老说, 西听尊便, 告诉我何时为你, 你城朴和你的百姓祈求, 使青蛙被剪除, 离开你和你的宫殿, 只留在尼罗河里, 他说明天摩西所就造你的画板, 为要叫你知道没有像耶和华我们神的, 青蛙必会离开你, 你宫殿, 你城朴和你的百姓, 只留在尼罗河里, 于是摩西和亚伦离开法老出去, 摩西为了青蛙的事呼求耶和华, 因为他带来青蛙搅扰法老,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请求去做, 在屋里, 院中, 田间的青蛙都死了, 众人把青蛙拒拢成堆, 地就发出臭气, 但法老见灾祸舒缓了, 就硬着心, 不听从他们,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亚伦说, 生出你的杖, 击打地上的尘土, 使尘土在埃及全地变成蚊子, 他们就照样做了, 亚伦伸出他手里的杖, 击打地上的尘土, 人和牲畜身上就有了蚊子, 埃及全地的尘土都变成蚊子了, 术士也用斜术要照样产生蚊子, 却做不成, 于是人和牲畜的身上都有了蚊子, 术士对法老说, 这是神的手指, 法老心里刚硬, 不听摩西和亚伦, 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 看哪, 法老来到水边, 你就对他说, 耶和华如此说, 放我的百姓走, 好事奉我, 你若不放我的百姓走, 看哪, 我要派成群的苍蝇到你, 你成谱和你百姓身上, 进你的宫殿, 埃及人的房屋和他们所住的地, 都要满了成群的苍蝇, 那一日, 我必把我百姓所住的割山地分别出来, 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 好叫你知道, 我, 耶和华是在全地之中, 我要施行拯救, 区隔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 明天必有这神迹, 耶和华就这样做了, 大群的苍蝇进入法老的宫殿, 和他成谱的房屋, 在埃及全地, 地就因这成群的苍蝇毁坏了, 法老召了摩西和亚伦来, 说去, 在此地向你们的神献祭, 摩西说, 这样做是不妥的, 因为我们要献给耶和华, 我们神的祭物, 是埃及人所厌恶的, 看哪, 我们在埃及人眼前献他们所厌恶的, 他们岂不拿石头打死我们吗? 我们要遵照耶和华, 我们神所吩咐我们的, 往旷野去, 走三天的路程向他献祭, 法老说, 我可以放你们走, 在旷野向耶和华, 你们的神献祭, 只是不可走得太远, 你们要为我祈祷, 摩西说, 看哪, 我要从你这里出去, 祈求耶和华, 是成群的苍蝇, 明天离开法老, 法老的成谱和法老的百姓, 法老却不可再欺骗, 不让百姓去向耶和华献祭, 于是摩西离开法老, 去祈求耶和华, 耶和华就照摩西的请求去做, 使成群的苍蝇离开法老, 他的成谱和他的百姓, 一知也没有留下, 但这一次, 法老又硬着心, 不放百姓走。 接下来是《怒家福音》第十五章, 许多税吏和罪人都哀尽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 这个人接了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其中的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留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早到呢? 早到呢, 他就欢欢喜喜地把羊扛在肩上, 他回到家里, 请百姓和宁舍来, 对他们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失去的羊已经早到了,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还大呢。 同样, 哪一个妇人有十块钱, 若失落一块, 不点上灯, 打扫屋子, 仔细地找, 直到早着呢? 早到了, 他就请朋友和宁舍来, 对他们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失落的那块钱已经早到了,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神的使者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财产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天, 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他任意放荡, 浪费钱财, 他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恰逢那地方有大饥荒, 就穷困起来, 于是他去投靠当地的一个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鸡, 也没有人给他什么吃的,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故宫, 粮食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 于是他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泥海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拥抱着他, 连连亲他, 儿子对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 快把那上好的袍子, 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 我们来吃喝庆祝,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他们就开始庆祝,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时, 听见咒乐跳舞的声音, 就叫一个同仆来, 问是什么事, 同仆对他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你看, 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 叫我和朋友们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仓祭吃光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阿拉, 你常和我同在,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 死而复得的, 所以我们你当欢喜庆祝。 路加福音第十六章, 耶稣又对门徒说, 某财主有一个管家, 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费他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我听到了你做的是什么事, 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 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呢? 厨地嘛, 没有力气, 烤饭嘛, 怕休, 我知道怎么做, 好叫人们在我不做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他把欠他主人债的, 一个一个的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 一百楼油。 管家对他说, 拿你的账, 快做下, 写五十。 他问另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 一百楼麦子, 管家对他说, 拿你的账, 写八十。 主人就夸奖, 这不义的管家做事精明, 因为金氏之子, 应付自己的世代, 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远的住处去。 人在最小的世上忠心, 在大事上也忠心, 在最小的世上不义, 在大事上也不义。 若是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 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 一个仆人不能服侍两个主, 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就是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服侍神, 又服侍马门。 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 就嘲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神却知道, 因为人以为尊贵的, 是神看为可证悟的。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为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一废去, 比律法的一点一化, 诺空还要容易, 凡修亲另取的, 就是犯奸淫, 娶被丈夫修了的妇人的, 也是犯奸淫。 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又有一个讨犯的, 名叫拉萨路, 浑身长窗,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石充击, 甚至还有狗来舔他的窗, 后来那讨犯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萨路在他怀里, 他就喊着说, 我主亚伯拉罕呢, 可怜我吧, 请打发拉萨路来, 用直头尖浇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 孩子啊, 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福, 拉萨路也同样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却受痛苦, 除此之外, 在你们和我们之间有深渊隔开, 一致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 要从那边过到这边也是不可能的。 财主说, 我主啊, 既然这样, 求你打发拉萨路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兄弟, 他可以警告他们, 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 他说, 不, 我主亚伯拉罕呢, 假如有一个人从死人中到他们那里去, 他们一定会悔改。 亚伯拉罕对他说, 如果他们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人从死人中复活, 他们也不会幸福的。 诗篇第57篇, 求主拯救。 神啊, 求你怜悯我, 怜悯我, 因为我的心投靠你, 我要投靠在你翅膀阴下, 只等到灾害过去。 我要求告至高的神, 就是为我成全万事的神, 那践踏我的人, 辱骂我的时候, 神必从天上施恩救我, 他必向我施行慈爱和信使。 至于我的性命, 我好像躺卧在吞噬人的狮子当中, 他们的牙齿是枪、 剑, 他们的舌头是快刀,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他们为我的脚设下罗网, 压迫我, 他们在我面前绝了坑, 自己反吊在其中, 神啊, 我心坚定, 我心坚定, 我要唱诗, 我要歌颂, 我的灵啊, 你当行起, 琴瑟啊, 当行起, 我自己要及早行起, 主啊, 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 在万族中歌颂你, 因为你的慈爱高级诸天, 你的信实达到苍穹, 神啊, 愿你崇高过于诸天, 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 诗篇第五十八篇, 求神罚恶, 你们坚默不语, 增合公义吗? 你们审判世人, 起案正直吗? 不然, 你们心中作恶, 量出你们在地上手中的残暴, 恶人一出母胎就与神疏远, 一拟母腹就走错路, 说谎话, 他们的毒气好像蛇的毒气, 他们好像浓的毒蛇塞住耳朵, 听不见弄蛇者的声音, 也听不见魔术师的咒语, 神啊, 求你敲碎他们口中的牙, 义和华, 求你敲掉哨壮狮子的大牙, 愿他们消灭, 如急流的水一般, 他们瞄准射箭的时候, 箭头仿佛折断, 愿他们像窝流腐烂消失, 又像妇人流掉的胎儿, 未见天日, 你们用荆棘烧火, 锅还未热, 神就用旋风把胃烧着的和乙烧着的一起刮去, 义人见仇敌遭报就欢喜, 他要在恶人的血中洗脚, 因此人必说, 义人诚然有善报, 因地上果然有施行审判的身。 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 我若能说人间的方言, 甚至天使的话语, 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的罗, 想得博一般。 我若有先知, 讲道的能力, 也明白各样的奥秘, 各样的知识, 而且有其背的信心, 使我能够移山, 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了什么。 我若将所有的财产救济穷人, 要牺牲自己的身体, 让人夸赞, 却没有爱, 仍然对我无益,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脏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露,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先知讲道之能, 终必归于无有, 说方言之能, 终必停止, 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 先知所讲的也有限, 等那完全的来到, 这有限的必消逝, 我做孩子的时候, 说话像孩子, 心思像孩子, 意念像孩子, 既长大成人, 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 我们现在是对着镜子观看, 模糊不清, 到那时, 就要面对面了, 我如今所认识的有限, 到那时就全认识, 如同主认识我一样, 如今长存的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三样, 其中最大的是爱, 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你们要追求爱, 也要切勿属灵的恩赐, 尤其是做先知讲道, 那说方言的, 不是对人说, 而是对神说, 因为没有人听得懂, 他是借着圣灵, 说各样的奥秘, 但做先知讲道的, 是对人说, 要造就, 安慰, 劝勉人, 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做先知讲道的是造就教会, 我希望你们都说方言, 更希望你们做先知讲道, 因为说方言的, 若不解释出来, 使教会得造就, 那做先知讲道的, 就比他强了, 弟兄们, 我到你们那里去, 若只说方言, 不用启示, 或知识, 或预言, 或教导给你们讲解, 我对你们有什么益处呢? 就连那有声而没有生命的东西, 如消, 如情, 发出来的音, 若没有分别, 只能知道所吹所谈的是什么呢? 号角吹出来的音, 若不清楚, 谁会预备打仗呢? 你们也是如此, 若用舌头说听不懂的信息, 只能知道所说的是什么呢? 你们就是向空气说话了, 事实上有许多种语言, 却没有一样是无意思的, 我若不明白那语言的意思, 说话的人, 必以我为未开化的人, 我也以他为未开化的人, 你们也是如此, 既然你们切勿属灵的恩赐, 就当追求多得造就教会的恩赐, 所以, 那说方言的, 就当祈求有翻方言的恩赐, 我若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在祷告, 但我的理智没有效果, 我应该怎么做呢? 我要用灵祷告, 也要用理智祷告, 我要用灵歌唱, 也要用理智歌唱, 不然你用灵祝谢, 那在做不同方言的人, 既然不明白你的话, 怎能在你感谢的时候, 说阿门呢? 你的感谢固然是好, 不过不能造就别人, 我感谢神, 我说方言比你们众人还多, 但在教会中, 我宁可用理智说五句教导人的话, 强过说万句方言, 弟兄们, 在心智上不要做小孩子, 但是在恶事上要做婴孩, 而在心智上总要做大人, 律法上记者, 主说, 我要用外邦人的舌头和外邦人的嘴唇向着百姓说话, 既然如此, 他们还是不听从我, 这样看来, 说方言不是为信的人做标记, 而是为不信的人, 做先知讲道不是为不信的人做标记, 而是为信的人, 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 若都说方言, 偶然有不同方言的, 或是不信的人进来, 岂不会说你们疯了吗? 若各个都做先知讲道, 偶然有不信的或是不懂方言的人进来, 就被众人劝戒, 被众人审问, 他心里的隐情被显露出来, 就必将脸伏地, 敬拜神, 宣告说, 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了。 弟兄们, 那么你们该怎么做呢? 你们聚会的时候, 个人会有诗歌, 会有教导, 会有启示, 会有方言, 会有翻出来, 凡事都应当造就人。 若有说方言的, 只可有两个人, 至多三个人, 且要轮流着说, 也要有一个人翻出来, 若没有人翻, 就当在会中闭口, 只对自己和神说就是了。 至于做先知讲道的, 只可有两个人或是三个人, 其余的人当圣师明辩, 假如旁边坐着的得了启示, 那先说话的就当闭口不言, 因为你们都可以一个一个地做先知讲道, 使众人都可以学习, 使众人都得劝勉, 先知的灵是顺服先知的, 因为神不是叫人混乱, 而是叫人和谐的神。 在圣徒的众教会中, 妇女应该闭口不言, 因为不准他们说话, 总要顺服, 正如律法所说的, 他们若要学什么, 应当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 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 是可耻的。 难道神的话是从你们出来的吗? 难道是丹灵到你们的吗? 若有人自以为是先知或是属灵的, 就应该知道, 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若有不理会的, 你们也不必理会他。 所以我的弟兄们, 你们要切勿做先知讲道的恩赐, 不要禁止说方言, 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 好的, 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 然后我们明天再见。